費的決意錢還可以買股票嗎? 有一個族群,特別有機會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我是千涵 今天歡迎華信投庫投資長 許江振博士,許博豪 千涵好,千涵果肉觀眾朋友,大家好 本週有很多大事要發生 首先就是大家最關心的FOMC會議了 很多人都說有可能會升息一碼 所以市場上其實呈現比較觀望的氣氛 到底現在這個階段可不可以買股票啊? 好,那現在美國這邊準備要有關利率決策會議 考慮兩點就是通盆的因素 以及美國銀行的流動性事件 那通盆已經獲得控制了 包括CPI跟PPI還有核心CPI都已經獲得控制 所以通盆不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銀行的流動性事件也已經獲得平息 所以目前升息一碼是共識 那如果還會有未來停止升息的聲音出來 那是一個利多 那目前的升息一碼是共識 那目前大家還關注的就是美國公債 會不會有違約或是債務上限的問題 那1789的美國的總統亞利桑達漢米爾頓 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到國會去聽證的時候 他那時候國會在討論我們獨立戰爭所發行的債券 要不要去償還 那亞利桑達漢米爾頓在國會聽證的時候他就說 我們美國政府如果不償還這一批公債 我們美國政府將失信於人民 從此以後美國政府就沒有再討論到公債要不要償還的問題 公債一定要償還 也就是公債沒有違約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公債的這個債務上限要不要上調 那當然要上調 如果這債務上限不上調了 那美國行政部門將無法運作 這個薪水來發不出來 那包括國會議員的薪水也發不出來 那你想一想國會議員會通過一個法案讓他自己的薪水率不大嗎 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債務上限還是會調整 只是說調整的比例是在多少 這就是兩黨國會議員要lobby 要談判的地方 這也就是國會議員的責任 那越到了這個期限以前 這個吵鬧的聲音就會越大 但是終究都會獲得一個答案 這個是兩黨互相在lobby的一個過程 那拉圍到台股來 台股的中長線 今天半年線正式突破 連線形成黃金交叉 這個中長期獲得一個強力的支撐 所以這個股票 中長期是有一個支撐在的 那我們看看 目前台股就是值得在投資的部分 包括這一檔股票 91APP 我在4月15號的時候就提醒 觀眾朋友 這家公司將AI的工具 整合導入服務的模型 提供給客戶來服務 那目前這個股價還沒大漲 另外市場上有90%的零售商店 都還沒轉型為數位服務 所以他 具有成長的空間 有三成比例也可以轉型為數位成長 那這家公司股價還沒漲 那我在4月25號講過以後 4月25號講過這一檔股票以後 4月27、28年 連續兩天就拉出兩根漲停板 對 很厲害 是啊 那今天你看到這個地方 全起來的地方就是漲停板的地方 那今天也有再創新高 那上面有一個上影線是代表什麼意思 這上影線就代表是說 今天有一些獲利回途的賣移 包括在漲上來以前 買進的這兩天都會先下車 是 不過他已經突破盤長期了 不用擔心 就是說 他拉回來 是要去找買點 那有短線獲利的先獲利也沒有關係 但是拉回來記得可以再找買點 這家公司是有基本面支撐的 那像這家公司支通 2471我在3月21號就已經提醒說 他拉回就有買點 就有人在買 那時候也就講拉回就有買點 那4月15號 我提醒說 這股價在63塊那個地方 盤整期 那3月21號的時候股價在50塊 我提醒拉回有買點 對 那4月15號的時候 提醒說63塊以上有賣壓 所以可以觀望一下 那大概觀望了兩天以後 4月18就已經創新高了 突破那個盤整期了 現在已經到65塊了 突破盤整期了 那突破盤整期就可以進 在進場 像看框起來那個地方就是盤整期 那已經突破了 那現在呢 突破以後拉回來 拉回找買點 為什麼要拉回找買點呢 他還有潛在的利多 沒有被市場來發掘 那像這一檔股票 就請大家來注意 那另外這一檔材料 在4月10號股價在437的時候 就提醒說拉回找買點 那時候也用周線來提醒說股價是呈現一個上漲趨勢 對 那你看今天他又漲停盤 517塊 從437到537正好是80塊 就一張就8萬塊 10張就80萬 這個我都有提醒 提前一告 那這一檔股票大數 368號的時候 他359 359.5的時候就提醒說這檔股票 當天雖然收回但是拉回找買點 那你看我在提醒他在 我用周線4月10號的時候 他是368號的時候 我再提醒說提醒快要突破 創新高了 4月11號 在37月的時候再提醒要突破了 那4月10號他股團突破 收債385 那你看他今天股價又再創新高 收債 有在最高來到417了 那這個我都有提醒了 那這個拉回就在找買點一樣 那這一檔股票也是一樣 我在4月11號的時候 165就提醒拉回找買點 為什麼因為他外資持有他18%到25% 那今天他創新高了 那拉回就找買點 這個都是可以佈局的股票 那這特別提醒說這一檔是轉機股 那也就是說呢 他適合那種比較衝的人 冒險型比較高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那你如果比較穩健就選比較穩健的股票 那這一檔股票 軍工股 你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他營收創高 那個毛利率也是45%以上 這個值得來投資 我再提醒台股 中長線已經獲得支撐 那上個禮拜的低點是 15,284點 並沒有跌破 前一波的低點 15,186點 這個底部越來越高 那這中長線的形成支撐 所以 要注意一下 AI的 股票都具有這個潛力 那包括美國銀行 IDC都有一些數據報告 除了AI之外 生技跟內需的產業都是首選 所以AI 的這個實質力都 股票拉回的時候就低階成長股 那這些股票我都會在博士爸爸 懸老股跟 NEWS98 來跟大家 持續的來追蹤 是謝謝許伯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就要趕快加入老師的群組喔 那財經界的事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